杨丽诚舍得酒智慧人物 网友激烈抵制 普信9 原标题 杨丽诚舍得酒智慧人物 网友激烈抵制 普信9 1月12日 舍得酒夜在与凤凰网联合打造的脱口秀 舍得智慧人物中 邀请杨丽作为节目嘉宾 此前 杨丽曾在公开场合 发表男性普确信的言论 引发热议 舍得的此轮营销 遭到了一些网友的反对和抵制 有网友将其称为普信9 更有情绪激动的网友在直播间刷屏反对 杨丽代言 果多不喝 值得留意的是 自去年年底以来 白酒股持续回调 杨丽代言次日 受龙头股贵州茅台放量杀跌影响 白酒板块集体遭遇重挫 其中舍得酒夜跌幅高达6.26% 是跌得最惨的股票之一 在舍得智慧人物节目12日的公开宣传资料中 舍得官方这样描述杨丽 聚光灯下脱口秀演员杨丽果敢犀利 是当之无愧的热耿女王 而舞台背后 她也和普通90后女孩一样 向往爱情美好 追求生活自由 让我们一起走近杨丽 了解喜剧舞台背后的那个柔软又强大的她 看她在人生取舍之间如何坚定自我 接受自我 但在14日 该微博的评论区因为过滤不当言论 已经无法显示 在社交媒体上 不少网友对舍得酒夜此次营销宣传表示震惊 有网友认为 杨丽的人设极其产生的网络舆情 立即将给舍得酒夜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这是神一样的营销策划 有网友质疑 杨丽此前曾发表过普信南等争议言论 舍得酒夜依然让杨丽来代言自家品牌 这背后究竟是之前没有做过市场调查 还是有意通过争议舆情来开拓女性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不是首次因杨丽代言产品引发舆论争议 去年3月18日 英特尔消费类产品官微IT英特尔新品会 发布了一则杨丽宣传英特尔笔记本电脑的微博 宣传内容中显示 英特尔的眼光太高了 比我挑对象的眼光都高 这则微博发布后 迅速点燃两性争议 3月21日 英特尔将相关微博删除 其淘宝旗舰店也撤换掉了所有与杨丽有关的宣传海报 英特尔方面向观察者网回应称 英特尔已注意到与杨丽相关推广内容 引发了广泛争议 这种情况并非我们的预期 多元 包容是英特尔文化的重要部分 我们充分认识并珍视我们所处的多元化世界 并致力于与各界伙伴一起创造一个包容的工作场所和社会环境 截至今日十四时 舍得酒业旗下微博爱舍得酒业 和爱舍得智慧人物并没有对网络质疑给予正面回应 在爱舍得智慧人物最新的推文中 持有杨丽的相关言论剪辑 诸如杨丽谈人是可以逃避的 杨丽的幸福如此简单 杨丽我写的东西比想象中好等等 对于杨丽在性别等方面的忠义性言论 极其引发的愚情 爱舍得智慧人物 文案表示 回顾自己的创作动机 杨丽说 我是害怕伤害到具体的人 才会拿群体打查 在该微博的评论区有网友表示 希望网友们能放下偏见 看到杨丽在男性群体中 非常受欢迎的事实 也有网友表示 舍得酒夜的节目真会显然 相对于舍得酒夜官方微博的瓶颈 营销内容发布次日 其股价先经历了一轮震荡 1月13日 舍得酒夜收报每股196.85元 跌幅6.26% 据于此前某证券公司研报主要矛盾理清 持续成长 可惜对其畅多 称舍得酒夜持续培养消费者 打开空间 实现持续高成长 并上吊为强烈推荐A评级 仅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 杨丽代言和舍得酒夜股价变动的关系 仍需更多观察 若连可见的是近期A股白酒板块持续回调的趋势 13日 贵州茅台开盘后一路沙跌 跌幅一度超过5% 最终收跌4.56% 市值蒸发1100多亿元 白酒板块也受到牵连 截至收盘 股粮液下跌4.14% 酒鬼酒跌5.39% 使景房 股景供酒等股票跌幅均超过4% 白酒指数整体跌幅 达到3.86% 位居两市跌幅榜第一 自去年12月月底以来 白酒股已经回调了十多天 在市场评论看来 白酒板块的调整 于瑞银旗下基金持续大比减持贵州茅台 打压白酒股人气 火发疫情影响白酒消费 美联储加息提速预期压低板块估值等因素有关 14日收盘 舍得酒业涨0.58% 报每股198元 整体仍处于下行区间